再来看到SBL超级篮球联赛迈入第十一季 昨天为缅军蒲园阵中的台湾飞人陈信安宣布退休 为新一季的SBL投下震撼弹 同一时间现场也颁发了十年之心的奖项 感谢为SBL努力了十年的球员 让开幕战的现场无味杂陈 SBL气对球员在满场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走入球场 替十一季的SBL超级篮球联赛热闹开幕 SBL走过十个年头 开幕现场也特别颁发十年之心 感谢这些为SBL努力了十年的球员 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 SBL第一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就觉得其实自己好像没有打那么久 球员的生命也很短暂 得到这个奖蛮开心的 不少超过十年资历的球员 选择在场上继续屏战 卫冕军蒲园阵中的台湾飞人陈信安 却在开幕战穿着戏装来到球场 向大家宣布决定退休高挂球鞋 开完刀之后我一直在做附肩附肩附肩 一直尝试的回到场上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回到场上 然后觉得不行就下来 应该有超过十次吧 球员上去就是希望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那如果要打基本上还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我想要的那一个 那一个球风 那我会选择说那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我先去就把另外的事情追下来这样子 飞人卸下战袍最后一次挂着球员证件 以球员的身份来到SBL的现场 把球场上的舞台交棒给年轻球员 联合报系王树恒甘邦杰张一琪台中报道